还睡呢 几年了还睡呀 哎呦我的妈呀 你俩都气死我了 你等着啊 起床啊 下雨了 收衣服 二美丽你干啥呢 我刚才做了一个梦 回到我年轻的时候 长发极有 小姨父 是不是 你咋来我家了呢 什么就是我家 哎呀你俩行了 可行了吧 酒醒没啊 你说你俩挺大俩 老爷们啊 昨天半夜 光光敲咱家门 喝的是离了歪歇的 一下子栽沙发 一直睡到现在 你说你俩是喝多少酒啊 哎 我想起来了 昨天晚上 咱俩一块喝的酒 我也想起来了 昨天晚上小姨父 你给我打电话 你说你郁闷了 让我陪你喝点 我就劝你少喝少喝 这是少喝的样吗 一点没少喝 我跟他一块喝酒 他一会就喝多了 我一看他这么大个 我也扛不动啊 干脆我跟他一块喝多 一块倒 小姨父啊 不是我说你 你说你挺阳光的一个人 没事儿 郁闷傻吧 就是嘛 我阳光 对 我阳光 你没听那么句话吗 阳光总在风雨后 就你小姨 我媳妇 每天除了骂 就是打弄得我可委屈了 但是 不有这么句快板吗 听过没有 说怕婆娘 怕婆娘 因为爱她才把她嚷 我是因为爱她 我大老爷们 我会怕一个女的 所以说我就委屈 我就找她 这就交仇 没想到啊 仇更仇 我看你俩我才仇呢 你说大半夜喝那么多酒 多危险呢 不危险 咱们小区嘛 全世界最安全的 幸福小区嘛 安全什么呀 安全呢 昨天咱小区就出大事了 全小区的自行车 全让人给搬走了 谁呀 谁这么缺德呀 查监控没有 把这坏蛋抓出来 查了 而且目标的特征特别明显 一个光头 一个矮个 我不是光头 我也不是矮个 不是咱俩 谁呢 陈佩思和攀长江嘛 就是这个特征 人家陈佩思和攀长江 住咱小区嘛 要不怎么有这么句话呢 兔子不吃窝边草 他不吃他窝边的 上咱窝来吃 你可别查了 就是你俩 你说你俩胆着胆那么大呢 你把自行车楼搬哪去了 不知道啊 不是 小姨父啊 咱俩喝多了 是不是把自行车 偷出去给卖了 卖了 那钱呢 喝酒了 太有心了呢 我告诉你 还有更大的事呢 干嘛的呢 你小区有一个业主 那个车的玻璃 让人给砸了 谁这么缺德呀 查没查监控 把这个坏蛋抓出来 一个光头 一个矮个 我不是光头 我绝对不是矮个 还是陈佩思和班长娘 那俩 你俩都气死我了 坏蛋 我现在就收拾我化妆品去 我离家出手 前程中我给你过不了 哎哎哎哎 哎哎 我给你过不了了 你走就走呗 怎么带化妆品干啥呀 你不知道 我们家最值钱的就是化妆品 媳妇 你听我说 哎 要是我们俩砸人家车玻璃的话 我们俩都干啥了 你问谁呢 啊 你问谁呢 你俩偷完自行车 卖钱 喝酒 喝酒去了 砸完人家车偷完东西 又卖钱了呗 卖钱干啥呀 继续喝完 哈哈哈哈 不是啊 哈哈 错了 我有点什么 你说你俩呀啊 现在知道错没 知道错没 错了 看你俩以后也喝不喝 还喝不喝呀 那个咱俩的 我看你俩 就看今后 喝得好啊 喝得太好了 哎 你俩都在呀 他俩干啥呢 烦醒了 烦醒了 烦醒干啥呀 小姨父爷爷 二姑父从现在开始啊 不管是电视台录像还是报事采访 你俩就说是在我嘎嘎当练喝多的行不 王老千儿你是不是疯了啊 你只要他俩喝多了之后都干啥了不 干好事了呗 好事 啊 昨天晚上他俩我跟你说怪 说了 我俩都承认错误了 是 哎 好事咋还不让说呢 他俩 昨天晚上喝多了 把咱们小区所有乱停乱放的共享单车 摆的那叫一个骑 停的那叫一个指令 是他俩吗 一个矮个一个光头吗 监控器看得清清楚 我是矮个 我是光头 那不是 陈贝斯和潘长江吗 那是别的小区的 阿尔米丽 哎 你刚才说我俩啥来着 听什么说我们俩是小偷 对不起 不对 还有人家车不合理的事呢 这个事就算了吧 对 别提了 我不去 不能不提 幸亏他俩把车玻璃砸碎了 要不那小狗就闷死了 车主还要感谢他俩呢 啥小狗 小狗 什么情况 是这么回事 咱们小区二号楼五零二那对夫妻 停完车之后啊 就把那小狗锁车里边了 要不是他俩把车玻璃砸碎 那小狗就没命了 是他俩吗 那光头一改字吗 我是艾尔哥 我是光头 不应该是陈贝斯和潘长江吗 二姑啊 咋好事都往别人身上赖呢 咋的 你跟他俩有仇啊 阿美丽 哎 你不是要离家书走吗 带着你的化妆品 走 那个误会了 这事 这事就过去了 好不好 怎么过去了 过不去 过不去